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你的莫名执着 想有开种子在心里等着结果 也后知后觉 确定每次当你不在我就失落 就算分开一刻都觉得舍不得 我大概是疯了才会认真不说 是非你不可 是早已诚恳 有深刻的在爱着 如果有可能 让我和你从路远变做我们 一日三才有你在才算是丰盛 爱不用假设 只要我的心 懂爱你有多认真 以余生为真 从此后我只想要一个我们 梦里现实用你在才算是完整 我越陷越深 才懂想给你幸福的心多认真 一辈子为真 太爷爷不来吗 宝贝 医生说了 只能留两位家长在外面等你 所以太爷爷在房间里等你呢 那我一会儿再跟太爷爷玩 学学啊 千万不要紧张 你就乖乖地睡一觉 醒了之后 小怪兽就不会再缠着你了 知道吗 学学不紧张 妈妈 你放心吧 要等我哦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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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妈妈一起等学学回来 好 爸爸和妈妈一起等学学回来 学学一定会好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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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妈妈等你啊 你 加油 不要紧张啊 爸爸妈妈放心吧 我会加油的 爸爸妈妈等我啊 你 你加油不要紧张啊 爸爸妈妈放心吧 我会加油的 爸爸妈妈等我啊 你 妈 徐主任 医术特别好 选去会没事的 一定没事的 一定没事的 是 谁知道 我给你的吧 好 快快 小心啊 快小心 小心 看谁抓得到我 抓到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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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晨 你热不热啊 不热 爸爸啊 妈妈已经是见你了 爸爸怎么还没有变身下 快变身呀 晨晨 爸爸以后还有会要给你 爸爸爸爸 爸爸换 爸爸爸爸变身心 爸爸还有工作 换了衣服不方便啊 啊 爸爸变身心一定好帅的 学学想套 啊 啊 啊 好好好 这件好了 爸爸马上就去换 从明天开始 你们就是大班的小朋友了 开不开心啊 开心 好 那现在老师郑重地介绍一下 你们下一任新老师 离心 李老师 大家鼓掌欢迎 小朋友们好 老师好 从今天开始 李老师呢 会带领大家探索新的知识 读新的故事 学习新的童谣和舞蹈 希望呀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相亲相爱 一起成长 好啦 小朋友们请起立吧 老师准备发书了 来 宝贝 来 来 好的 那好书了 我去接个电话 这些 晨晨 好啦 来 我们开始上课了好不好 王律师 是吗 宋总 还记得之前我们聊的事情吗 您结婚也有一段时间了 跟萱萱的感情建立得怎么样了 之前您考虑的事情 还继续推进吗 宋总 宋总 王律师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 我希望您可以帮我保重秘密 谢谢 人之初 人之初 性本善 性本善 性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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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相远 看着萱萱健健康康的样子 真的感觉好像在做梦一样 性乃千 性乃千 一切都好起来了 你以后不用再担心了 我心里的那座山 终于翻过去了 萱萱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 毫无顾忌地玩耍 充满希望地活着 我也是时候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想要吃萝卜 不可以不可以 这是我的跑鞋 我不去 你要你要吃我了 萱萱萱 萱萱萱 妈妈我要吃 我要吃 我要吃 好 萱萱 听我说啊 妈妈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商量完了我们再吃好不好 好 来 坐过去点 拍拍坐 宝贝 妈妈想出去找工作 你们觉得行不行 妈妈妈香港 妈妈妈妈妈妈好КА 亲爱的 亲爱的亲爱的妹妹 了 给我撰边 geweelse call 没问题 可是 妈妈要是出去工作了 可就没有办法 像现在这样 天天陪你们玩咯 没事没事的 我有哥哥配 还有爸爸和添爷爷 对 我们都不让小孩子了 妈妈就放心吧 我是很放心 跟你们都不争吵心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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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开始找工作了 现在萱萱也终于完全康复了 我的生活 终于要走向新大陆了 真替你开心啊 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 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 你的选择 还不错 我的选择 真的是对的吗 除了按照之前约定好的 在孩子还有爷爷面前 我们好好演戏之外 你不用再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的婚姻是假的 是在演戏 明明这是我早已知道的事 我现在对于很难 但总有一瞬间 会被他打倒了 我们可以一直这么做下去的 你要不要 选择一个同伴 互相搀扶 然后一起翻过你心里的那座山 同伴 比如我 总有一瞬间会觉得 我们的婚姻是有爱存在的 紫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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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识到 可我 在这个对错不明的选择上 还是会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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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我看到她对萱萱那么好 我也挺安心的 而且 我现在也着手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了 确定要离开广告行业了 我想从事 珠宝行业 你会支持我吧 当然了 你当初为了萱萱放弃了珠宝设计这么多年 现在终于要为自己活一次了 深度支持你 就知道 那茉林商场的位置不带着你票啊 我才不能 我其次要口自己的努力 当上珠宝设计师 很 Chop 看了我珠宝设计没并 不太好找这份工作 设计不行的话 那就从销售做起吧 怎么一个回复都没有啊 现在找工作都这么难了吗 不就销售而已吗 是网络不好吗 去其他地方试试吧 看来这几天她是在找工作啊 太好了 终于有印象回复了 冒零点 喂 你好 喂 七小姐您好 这里是茂林企划部 请问您是否有意义上到我公司认知呢 茂林企划部 可是我没有给你们投过简历 没关系 您本人对企划部有意义上吗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很感兴趣 那您有没有兴趣了解 谢谢啊 再见 茂林企划部 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 宋总 怎么了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谁说好消息 您太太来茂林了 坏消息呢 她不是来找您的 你好 静叔 我是这里的店长 你好 你的简历我都看过了 方便的话 今天就能开始工作 谢谢 当然没问题 下面有 她拒绝了企划部的职位邀请 现在正在商场里应聘珠宝销售 你去帮我嘱咐一下他们 让他们多关照一顿 你好 欢迎光临 您需要找什么样的饰品 我可以帮您推荐一下 我想要款耳环 这款就挺不错的 如果您要喜欢的话 我可以拿出来给您看看 是 店长 刚才店里的领导来信息说 照片的事取消了 不好意思了 商场那么多家珠宝店 我就不幸找不到工作了 你好 我是安音聘销售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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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欢迎光临 您先请用点茶点吧 店长 您好 我是要来应聘的 宋太太 宋总怎么舍得让您来我们店里做销售啊 您看看 我们店里有什么首饰是您喜欢的 挑一件带走 不必了 宋侯旋 你 我可以让你去看 你怎么要去看 你怎么办 你肯定了 你怎么办 我看我 你怎么办 我还要去看 你看我 我去看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 我 我说你还要去看 我 我去看我 你怎么办 我 这就是我全部的工作经验了 就是说 你没有做珠宝行业的经验 我看简历上写着 你做了几年的客户经理 我觉得 依你对客户的服务能力 再加上 你有一些珠宝的学习基础 我相信销售这个岗位 你完全可以胜任 谢谢 谢谢 真的太感谢您了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明天过来试用吧 加油 好 宋太太 好 干吗 面试顺利吗 你说呢 你确实不适合做销售 果然是你 宋浩宇 我想做什么是我自己的事 你凭什么干涉 我只是觉得 你可以胜任更好的工作 所以企划部的工作 也是你安排的 没错 你很适合 我已经被凡衣录用了 明天就进入试用期 有什么事回家说 等一下 又怎么了 不要去凡衣 为什么 宋总 凡衣是夫人在茂林商场面试的 最后一家珠宝店了 如果您告诉了她 这是佟总的店 那她肯定会去别的商场面试 到时候 夫人就离您更远了 我可以帮你安排在其他珠宝店工作 总之 不要去凡衣 我为什么要你帮我去安排工作 你知不知道在凡衣工作 对我来说意味什么呀 你都不会在这里 你红包新的 你怎么会一定要 你可能会在哪里 有点感染 你会在哪里 我还是会在哪里 我现在在哪里 不觉得你还是在哪里 我愿意要 你跟我回到家 宋总 您不再劝一劝夫人吗 要是她在店里遇到佟总吗 她为了声劝离家初总 还因为推介会的合同跟我死磕 中了南墙都不会抖 我怎么阻止她 而且我现在还担心她工作的时候 遇见一些刁难她的顾客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人 所以这段时间 你帮我多留意一下她那边 是 宋总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 惯用开小白是不是应该说好巧 妈妈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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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晋晨 你跑哪里去了 你惊死我了 知不知道啊 妈妈 就是这位叔叔发掘了我 是发现吧 真的太感谢你了 我刚刚真的急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真的谢谢你啊 真的谢谢你啊 先生 您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觉得你有点眼熟 咱们俩第二次偶遇了 应该自报家门了啊 你好 晴天 你好 齐思乐 齐 齐思乐 是 是 是吗 什么 你好啊 斯乐 上一次 你帮我寄到福利院的那些首饰 孩子们都很喜欢 谢谢你啊 不客气 谢谢你 你用这么平价的材质 做出了大牌的质感 真的很让我吃惊 很不错 谢谢您的夸奖 也没有啦 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的 可是你的谢礼 我还是不能要 手工制品是制作者的心血 怎么能白送呢 这样吧 我还要送福利院的朋友一些礼物 我可以多挑一点吗 当然可以啊 这边还有这边都是 您随便看啊 来逛街 不是 我 是来找工作的 我想应聘主宝销售 销售 你可是做设计师的料子 做销售取材了吧 谢谢您认可我 怎么了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你可以跟我聊聊 也没什么 就是 我家里好像不太支持我做销售 你家里是指你先生吧 对 婚姻 婚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过得不好 也没有不好 我的意思是 她为什么不支持你啊 也许她就是不希望 自己有一个做销售的太太吧 想做什么事情 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的事 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无论身处哪里 都不能失去自己 无论身处哪里 都不能失去自己 无论身处哪里 都不能失去自己 也有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那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干吗还捧着脸 对啊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要把之前的书都拿出来 重新恶补一下 我绝对不会让他再看清我 谢谢您的鼓励 那我先走了 好 拜拜 齐思乐 咱们可是聊过心事了 再见的时候可就是朋友了 拜拜 拜拜 终于见到你了 齐思乐 喂 吴助理 你到哪儿了 秦总 真对不起啊 我今天临时有事 走不开 没事 你们茂林是大企业 这市场部肯定忙不过来 就不打扰你了 不过你记得 把我回国的消息 透露给茂林 来 您放心吧 我闹着 sug事 老实的话会对我们翻译产生冲击 打擂台 有点意思 具体的对策等我回公司再说 好的 冯总 同期 有空的话我们通个电话吧 好 好 怎么有关于你都有明执着 想有开种子在心里等着结果 也后知后觉 确定没自当 你不在我就失落 不过有可能 让我和你从路人变做我们 一日散彩有你在才算是浮生 爱不用责舍 只要我的心都爱你有多认真 余生为真 宋浩宇 你昨晚那个电话什么意思 既然要我同意其私乐在我店里工作 在电话里面不是说过是巧合了吗 巧合 我开始弄巧成拙 他就不该说现在反应 谁不知道我之前对你有感情 他天天在我面前晃悠是想给我难堪吗 这不是挑衅是什么 你之前不是也经常让私乐难堪吗 我有像你这样冲到你的办公室里大喊大叫吗 我就是不想现在的情况发生在私乐身上 所以提前通知你一下 宋浩宇 我就放下感情不说 齐私乐他懂珠宝吗 我凭什么让他在店里 你知不知道在反应工作对我来说意味什么呀 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你们店长既然雇佣了他 你们店长既然雇佣了他 我相信他的能力是没问题的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只是以我个人名义 我希望你可以帮助 让我太太在你店里安心工作 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一个人名义请我帮忙 这种话你从来不会对我说 那 那 我就当你答应了 今天会有个大客户过来 如果他能从余小姐手中拿下一单 我就答应 让他先留下来使用 还要和宋总说一句 你挑女人的眼光 太差了 我觉得还不错啊 我觉得还不错啊 起思乐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后面就看你自己的了 余小姐好 余小姐请 欢迎余小姐光临繁益珠宝 这人什么来头 怎么搞这么大战场 余小姐有个开飞 这人特别难做好 但是他家总特别的手 好 你磨咖啡的手艺 还不错 谢谢 余小姐喜欢就好 我这次来呢 是因为我要结婚了 所以为了搭配我那套定制的婚纱 特别来挑选一些首饰的 好的 明白 您收到 余小姐 这个冰肿腰紫色翡翠 在市面上最罕见 我特地为您挑选了一套粉钻项链 很趁您的品味 这套是塞拉丽扬之心 都是好东西啊 可是我不喜欢 余小姐 这套使车局项链 希望您喜欢 她们都会能把店里最贵的东西 拿出来让我买单 你怎么选这个呀 新来的吧 我是看您风色暖白 是个冷色 这个不错啊 我喜欢 那我可以帮您试带 我是说你的胸针 谢谢 这个多少钱 我想买 不好意思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不卖的 那我要是 那我要是 偏偏就喜欢这个呢 我不要 你是 我 也不是 我 也不是 你 又不是 我 我 有 放进了你的瞳孔 原来 记忆中 那些心潮的汹涌 原来光与光 是在黑夜中相逢 From this moment 向前轻缠着我们 整个世界的美梦 我才都在你眼中 日升又月落 春夏和秋冬 抵不过 这一分钟的相拥 From this moment 想拥抱所有可能 关于时间的歌颂 我才都在你眼中 永远保留着 永远守护着 我们的行动 From this moment 朝着你的方向狂奔 穿过世间的迷宫 你还在我心中 有太多的相逢 有太多的相逢 来去太匆匆 忘记了 曾经有过的行动 这分钟 这分钟的心动 在我心中 在我心中 也不在我心中 在我心中 有太多的相逢 你也不在我心中 也不在我心中 是在我心中 有太多的相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